第三百五十一章 叔叔 第三更 求票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妇人脸路不舍 抱住周如 哀求的目光 看向自己男子 周如父亲沉默少许 低声道 道长 这孩子添上哑巴 哑巴 没关系 老者右手一弹 周如母亲立刻身子一颤 退后几步 老者一把抓住周如 笑道 好了 你跟我走 周如露出害怕之色 身子轻颤 泪水止不住地留下 他只是一个三岁的孩子 此刻心中 极为害怕 周如的父亲一咬牙 正要说话 忽然老者眉头一皱 扭头看来 冷淡地说道 能看中你们家的孩子 是你们的福气 修药过早 此时 村子里的一些老人 连忙上前 劝慰周如父母 那老者轻哼一声 说道 老夫又不是抢你们孩子 而是给他一场天大的造化 你们日后 还有相见之日 说完 他身子一动 抱着周如 大步向着村口走去 周如惊慌之下 立刻哭了起来 声音充满惊恐 爹 娘 一个稚嫩的声音 突然从他口中传出 老者一愣 哈哈笑道 原来不是哑巴 如此更妙 如而 夫人眼泪流下 正要追上去 被周如父亲拦下 他正正地望着老道消失的方向 低声说道 能被选中 是他的福气 那老道出了村口 越看周如越是兴奋 自语道 一块上品零食 哈哈 有了这上品零食 我就可以冲击助击中期 小娃娃 老夫也不亏待你 日后你长大了 老夫收你为图便是 他正要扔出飞剑 回到门派 忽然周如一口咬在老者手臂上 不过一个三岁的孩子 又能有多少力气 但这老者却是眉头一皱 轻哼一声 说道 你这娃娃 不识抬决 说着 他左手一挥 就要扇周如一巴掌 想要给这孩子一些教训 省得一路上哭哭唧唧 好似自己抢人娃娃一般 你敢 老者的手刚抬起 忽然身体一寒 全身冷汗直流 在他的前方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白衣青年 老者连忙放下周如 恭敬地说道 前辈 晚辈 没等他说完 王林袖子一甩 老者身子立刻被一股狂风吹起 远远地消失在原地 王林正正地望着周如 早在一年前 他便让铁言回到了云天宗 自己亲自守护周如 今日的一幕 他看在眼中 本想立刻出手 但略一琢磨 便停了下来 等待老道 把周如从他父母身边带走后 这才走出 看着王林 周如眼中害怕之色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股深深的迷茫 叔 叔叔 周如脆声说道 叔叔 王林轻叹 柔声说道 跟叔叔走吧 好吗 周如眼中迷茫之色更浓 他看着王林 不知道为什么 眼前这个叔叔 让他有种极为依恋的感觉 他点了点头 王林眼中露出一丝复杂之色 抱住小周如 右手一挥 一道灵光把他包裹在内 好似生怕飞行时的寒风 会把他冻着一般 他身子一跃 抱着周如 慢慢地消失在天边 仙玉宝塔下 王林抱着周如 出现在此地 旁边起了一座石屋 与当年 一模一样 到家了 王林放下周如 轻声道 周如安静地点了点头 好奇的大眼睛 看着四周 但却不去碰触 只是站在王林身边 无论王林去哪 他都紧紧地跟在身后 即便是王林打坐时 他也会安静地坐在一旁 眼中露出一丝迷茫 夜晚 周如睡下 王林坐在床边 看着周如睡梦中的小脸 轻声道 晚 你现在原因不稳 记忆无法恢复 等你十九岁时 自然就恢复了 他看着周如 当年于李木婉的一幕幕场景 在脑中一一闪过 轻叹一声 王林给周如盖上被子 起身走了出去 周如不像他 只需打坐 便可补充体内所需 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 食物是生长身体的最好之物 王林在食物外 以法术搭建了一处造房 五百年来 从未做饭的他 出去了一趟 买下大量的食物后 亲自为周如煮粥做饭 清晨 周如睁开眼睛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盘西坐在一旁的王林 他煮着下巴 安静地看着王林 王林睁开眼睛 在周如头上摸了摸 笑道 饿不饿 周如点了点头 王林右手一照 一碗周落在手中 为着周如吃下后 周如睁着大眼睛 说道 叔叔 这个碗 怎么会飞 王林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而是闭上眼睛 盘西打坐 时间慢慢过去 王林沉浸在这样的生活之中 每天看着周如慢慢长大 一种当年话凡时的感觉 渐渐在他心中生起 那是一份安宁 一份平淡 这一日深夜 王林正在打坐吐纳 忽然食屋内传来一声惊呼 王林目光一闪 立刻冲入房间 只见小如躺在床上 被子被他踢在一旁 他小手紧握 脸上露出挣扎之色 叔叔 救我 叔叔 爹 娘 王林右手 按在周如眉心 缓缓送去一道灵力 慢慢地 周如渐渐平复下来 睁开了双眼 他的眼睛 好似星辰一般 看到王林后 他立刻哭了起来 断断续续中 王林哑然失笑 原来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身在一处漆黑之中 看不到一切 爹娘离他远去 叔叔也走了 只剩下他自己 把这个拿着 以后如果遇到刚才的事情 你就晃一下灵档 王林从储物袋内 拿出一个灵档 放在了他的手中 这灵档 正是得自邱四平 王林这段日子研究之下 发现这一对灵档 与他当初的那件上古修饰灵档法宝 好似同出一辙 他研究之下 从这三个灵档上 看出了几个硬绝与使用的方法 尝试之后 对于其威力 王林很满意 更难能可贵的 则是这三个灵档之间 有某种奇异的联系 只要拿着灵档 无论身在何处 都可以清晰地察觉到 另外 在邱四平的储物袋内 王林还发现了遗物 那是一把剑鞘 看到剑鞘的一刻 王林立刻从储物袋内 拿出自己的三把 对比之下 这四把剑鞘一摸一样 只是花纹有所不同 岁月流逝 转眼间两年过去 周如 五岁了 这两年间 王林多次哭笑不得 周如不再像以前那么安静 而是有些顽皮起来 时而王林不在身边时 他就把铃铛拿出玩耍 只要铃铛一晃 王林就会出现在他身边 对于他的这个行为 王林颇为无奈 但却没有去说 不过周如却是聪明 几次之后 也就不再晃动 而是美美地 把铃铛放在怀里 贴身放着 好似珍宝一般 这两年 王林带他回去 看了父母一次 只不过是在他父母睡下后 这一日 王林坐在石屋外 盘膝打坐 睁开眼时 看到周如 捏手捏脚地从宝塔内走出 他手里还拿着一碗粥 看到王林后 他伸出小舌头 跑到镜前 翠生说道 叔叔 叔叔 我刚才又看到神仙姐姐了 可他还是不吃饭 宝塔之上的白衣女尸 周如在四岁的时候 偷偷地跑了上去 看了一眼 从那之后 他便惦记上了 时而跑上去 看着白衣女尸 丝毫不觉得害怕 甚至有一次 他把王林给他煮的粥 带了上去 想要为女尸吃粥 对于这些事情 王林更是哭笑不得 但却不忍去说他 毕竟周如还小 一切都任他去做 只不过为周这件事 他很认真地与周如解释了一番 可最后 周如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白衣姐姐总是睡觉 却不吃饭 你神仙姐姐不吃饭 以后不要总拿周上去了 王林无奈地说道 他总感觉这里面有些乱 那女尸 周如居然叫他神仙姐姐 叫自己叔叔 若是有一日 周一从大罗星回来 不知听到如此说法 会有何表情 那他不饿吗 我要是一天不吃饭 就觉得 啊 小周如睁着大眼睛 不解地问道 随后又道 我把周放在姐姐身边 他醒了 自己就喝了 叔叔你就不用管我了 王林苦笑 正要说话 忽然神色一动 看向远处 口中说道 小儒 敬塔 嗯 是坏人又来了吗 他们好烦人啊 总是来 周如乖巧地点了点头 拿着周晚 再次回到宝塔内 在一年前 陆续有他国修士来此 打着挑战的旗号 要与曾牛一战 对于这些人 王林初始没有在意 宝塔一惊一开 这些人根本就进不来 可之后 这些人不但不知进退 反而越加放肆 虽说进不来 但却占据了四周的山头 明目张胆地向其内窥望 更是拿着法宝挥舞 有一次夜里 周如正在睡觉 被这法宝之声惊醒 吓得哭泣出来 王林当时身子一闪 便踏步走了出去 回来时 山谷外发着七个血淋淋的人头 从那之后 每当夜里 外面绝对不会有任何声息 只不过 挑战之人还是不绝 这里面 甚至还有一些成名的化神修士 开了杀力之后 王林对于挑战之人 绝不留守 来一个杀一个 渐渐的 挑战之人变少了 只是 偶尔 还会有些 曾牛 血欲国料凡 向你讨要于善于宝 一个冰冷至极的声音 从山谷内 缓缓传来 三更送到 明天去朱雀国 展开朱雀片 求月票 本章完 第三百五十二章 疯狂一把 月票过一千 月底前天天三更 求月票 月票告急 各位大大 这个月耳根没少更新 爆发也好几次了 来点月票吧 耳根也拼一把 只要月票在月底前超过一千 剩余几天 我就连续三更几天 耳根说话 从来算数 这次也不例外 我希望明天晚上能达到一千票 这样的话 三十一号之前 将天天三更 后面的情节 我保证精彩 本章完 第三百五十三章 司徒南 第一更 求月票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雪玉国 亡灵目光平静 踏步向前走去 几步之下便出了山谷 只见在谷外 站着一个青年 身穿青涩碧水长山 相貌虽说寻常 但却有一股冰冷之意散出 此人双目极为明亮 皮肤晶莹似冰 他随意地站在那里 四周百丈之内 立刻好似寒风吹过一般 把暖意全部卷走 看到王林出来后 此人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抱拳道 憎牛 与善与宝 拿来 王林扫了这青年一眼 对方的修为 是化神中期 他一拍储物袋 两片羽毛在手 一甩之下 这羽毛立刻化作长红 砰的一下 刺入一旁山谷崖壁上 露出的部分 微微轻颤 青年身子一动 立刻向着旁边山崖冲去 王林右手在储物袋上一抹 手中立刻多出两个铃铛 一抖之下 叮当之声顿时响起 这声音极为清脆 响动之下化作音波 向着四周扩散 廖凡轻哼一声 右手掐绝 在身旁一点 白光闪烁中一道道锋利的冰刀 漠然间无声无息出现 他一甩之下 这些冰刀立刻发出呼啸的破空声 向着王林挥舞而去 王林哈哈一笑 身子不退反镜 踏步之下 手中铃铛一抛 立刻两个铃铛在半空忽然变大 阵阵咚咚之声从其内散出 顿时 那些挥舞而来的冰刀 立刻出现碎裂 尚未临近 便砰砰声中消散 甚至连四周的山谷崖壁 也在这铃铛的声波中 出现一层层军裂 料凡神色如常 他早就听闻 这憎牛的厉害 此番寿命来此 本就不是为了什么余宝 而是探查 他身子落地 双手掐绝 双目寒芒一闪 猛地向前一推 顿时 阵阵白芒在他身上闪动不断 随着一推之力 这些白芒 立刻从他身体上宣泄而出 在他身前立刻 化作一个巨大的虚影 这虚影并未亡灵熟悉的血仙御冰仙 而是一个盘膝而坐的老者 这老者的虚影幻化而出后 立刻睁开双目 在他睁眼的瞬间 亡灵目光一闪 右手掐绝 立刻打出一道 灵爵印在了铃铛之上 立刻那两个铃铛迅速旋转起来 不断地相互撞击 这正是王灵研究了磁宝之后 得到了另外一种用法 铃铛旋转撞击 声音更大 剧烈地响动之下 廖凡的身子 不由自主地退出竖杖 这才稳住身子 他盯着那铃铛 口中轻贺 杀 幻化而出的老者虚影 立刻抬起手臂 点向亡灵 一点之下 他整个虚影立刻收缩 化作一道虚幻之气 漠然间刺向亡灵 快若闪电 急迟而去 亡灵身子目光一闪 身子瞬移之下 消失在原地 出现时 已在上空 但那虚影化作的幻气 却是拥有灵性般一弯之下 拔地而起 曾牛 若你 只有这些手段 今日 就受死吧 廖凡盯着亡灵 冷笑道 他右手一拍储物袋 立刻拿出一个铜钟 这铜种之上 有十二个数字 分别代表了朱雀星上的十二个月份 在每个月份之下 还有无数细小的符号 这代表的是十二月的每一日 他左手在铜钟上一拍 立刻此种缓缓转动 代表八月的数字 立刻闪烁轻盲 紧接着 其下一个符号随之闪动 今日是八月九日 曾牛 这是你的死期 廖凡说完 手中铜钟向上一抛 立刻 一只巨大的鬼爪 从此种之上幻化而出 在这鬼爪内 两道金光闪烁不定 亡灵神色始终如常 他右手掐绝 隔空一点铃铛 立刻 那两个旋转的铃铛 轰然地撞在一起 崩溃了 无数碎片 漠然间升空而起 环绕在亡灵身边 迅速转动 亡灵口中青土 假 顿时 这些碎片立刻一收 包在亡灵身上 形成一幅清光闪闪的铠甲 在这铠甲上 有两个铃铛的图案 面对那老者化作的虚幻之气 亡灵不闪不躲 任由那幻气刺入 落在铠甲之上 顿时 铠甲上出现了无数水波纹落 一阵 唤气虚弱 再阵 唤气消失 这阴波灵甲 果然有效 亡灵微微一笑 目光看向廖凡 此刻 那铜中化作的鬼爪 已然抓来 亡灵轻哼一声 右手一拍储物带 立刻仙剑在手 一掌灰去 立刻 那鬼爪崩溃 铜中 发出咔咔树声 出现了一道裂痕 连同其后的廖凡 也是胸前见血 灯灯灯后退树步 右手按在胸前 脸上苍白无色 但他的双眼 却是露出一丝 得逞之容 狂笑道 憎牛 受死吧 亡灵眉头一皱 就在这时 忽然那铜中碎裂之处 唤出一声咆哮 紧接着 更多的裂缝 从其表扩散 漠然间 一只枯萎的手臂 从其内猛地伸出 一斗之下 整个铜中 化作废铁碎片 崩溃一地 只剩下一团黑气 在半空好似火焰 一般闪动 亡灵右手掐绝 向前一挥 立刻一鼓 怪风横扫而来 那火焰般的黑气 立刻被生生吹出三尺 露出其内 只见一只枯萎的断臂 飘在半空 那些黑气 正是从这手臂上散出 亡灵目光一闪 手中仙剑再次一盏 砰的一下 那断臂之上的黑气 立刻飘动 挡在断臂之前 但 剑芒却是透过黑气 落在了断臂之上 立刻 那断臂上 裂开一道伤口 一阵咆哮从其内传出 紧接着 从伤口处 立刻释放出大量的黑气 这些黑气诡异的蠕动 居然化作人形 这是一个看不清面貌 由黑气组成的人影 只能看到在双眼的位置 有两团幽光 亡灵神情凝重 这料凡 是他所遇到的敌人中 不多的几个 虽说是化神中期 但法宝却层出不穷者 这样的修饰 极难对付 黑气化作的人影 裂开大口 吼出一声咆哮 身子一动 向着亡灵冲去 他速度极快 身子未到时 庞大的阴寒之气 便立刻扩散开来 一股危机感 立刻在亡灵心中升起 山谷外的草地 顿时化作冰晶 风一吹 立刻成为深蓝色的碎末 甚至连四周的山谷崖壁 此刻 也被这阴寒之气冲击下 立刻被蓝色薄冰覆盖 这种寒 比之冰雪之寒 还要崇尚数倍 这气息疯狂地云涌 漠然间笼罩亡灵四周 寒气入体 他的血液 甚至都要被冰冻 察觉到这气息的瞬间 亡灵心神一震 他双目立刻大亮 这气息他极为熟悉 分明就是与黄泉生俏诀 修炼而来的阴寒气息 一般无二 只是 对方散出的阴寒之气 却是比自己修炼的 要强大无数倍 只有当年司徒 难以他的身体施展时 才能与之一比 他身子立刻后退 同时右手掐掘 向前一指 顿时 许久未曾使用 以黄泉生俏诀修炼而来的冰炎 在他身体内颤动中 漠然从指尖透出 这是一团深蓝色的火焰 他散发的不是热浪 而是寒霜 冰炎出现的瞬间 侵入到亡灵体内的阴寒气息 立刻消散 就连四周的阴寒之气 也立刻化作一道道黑气 被冰炎吸收 那冲击而来的黑气化作的人影 立刻一顿 双眼幽光飞快闪动 盯着那冰炎 口出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 黄泉冰炎 即便是老夫当年徒孙留下的黄泉道 也无法修炼出如此纯净的冰炎 你 到底从何处得到的黄泉声翘绝 王灵身子立刻后退 几步之下便退到了山谷宝塔范围之内 停了下来 你是谁 王灵听到那黑气中的声音 以他修炼五百年的心神 也不由自主地为之震动 这种震撼 是他几乎从来没有过的 王灵的头皮有些发麻 这声音 他太熟悉了 不管你从何处得到 今日都要死 老夫 司徒男 那黑气人影说着 速度极快 已然来临 冲进了宝塔范围之内 右手向着王灵头部横扫而来 王灵压下心中的滔天的震惊 口中大喝 退 立刻 周一问鼎修为的一丝神念 从宝塔内传递而出 顿时 那黑气化作的人影 仿佛被一股大力撞击般 在王灵身前三寸之外 硬生生地止住 不甘心地大吼一声 他身子猛地向外抛出 在抛出的这一过程中 他身上的黑气消散 只剩下一只断臂 一把抓住震惊地 看着这一幕的廖凡 一闪之下 消失在山谷外 王灵正正地望着 对方远去的身影 喃喃自语道 司徒男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他心神大乱 右手一照 把羽毛收起 茫然地回到了山谷内 坐在宝塔下 他抬头看着天空 与司徒男在一起的一幕幕 闪过心头 司徒男 他说自己是司徒男 周如从宝塔内探出小脑袋 看了王灵一眼后 立刻乖巧地走出 坐在王灵对面 他这几年 从未看到过 眼前这个叔叔 有如此一般的表情 好似在迷茫 又好似在回忆 坐了一会 周如站了起来 眼睛一转 捏手捏脚地跑到造房 出来时 手中多了一个大碗 里面装着粥 哼 叔叔不让我给神仙姐姐喂吃的 我就悄悄去喂 他从王灵身后绕过 钻入宝塔 立刻欢呼一声 月票超过一千 各位道友的能量太大了 谢谢大家满足尔根的心愿 一直到月底 天天三更 另外 票不要停 尔根想知道 仙妮零九年最后一个月的极限在哪里 如果能达到一千三百票 月底之前 剩余几天 就四更几天 本章完 第三百五十四章 第二更 求月票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司徒 王灵目光一宁 右手点在眉心 立刻 他整个身子 化作七彩之色 消失在原地 天逆空间内 四周的那些奇异的发光体 依然如故 王灵看都不看一眼 现身后 向前踏步而去 没过多久 他便来到了司徒南原音所在之地 在司徒南那巨大的原音旁 父母的魂魄 散发柔和之光 使得王灵的心境 慢慢平息下来 他先是给父母魂魄磕头 默默地看了许久 这才把目光 投向司徒南的原音 司徒南盘膝坐着 双目紧闭 身上并未如以前那般黯淡无光 但也好不到哪去 只能说 略有恢复罢了 王灵望着司徒南 自语道 司徒的原音在这里 那么刚才的那人 为何说自己是司徒南 莫非是同名同姓之人 可若真如此 为何对方也会使用黄泉声撬绝 王灵沉默 目露沉阴之色 少请 他目光一凝 司徒曾说过 当年他与几个非猪雀心的修士 抢夺天逆珠子 后来肉身破碎 不得不舍弃 原因进入天逆珠子内 这才躲过此前 王灵眼中越来越亮 他想到了刚才看到的那个断臂 黑气是从断臂上散发而出 那自称是司徒南的人影 也是从断臂上幻化 莫非当年司徒的肉身 被人取走恋化 从而产生了一丝神识 王灵心中大胆的猜测 但又并非确定 许久之后 他长叹一声 看着司徒南的原因 苦笑道 司徒前辈 那若 真是你的断臂 我倒有些相信你以前和我说 你是朱雀星第一高手的话了 王灵摇头 至始至终 他都不是很确信司徒南的话 而且越是修炼 这个想法便越重 朱雀星第一高手 是朱雀 这个称号的所有者 司徒南 除非当年是朱雀 否则的话 不可能是第一高手 而且 这司徒南在天逆空间内 已经无数年 即便当年 他真的是第一高手 可是现在 这么多年过去 怕是也有所不足了 沉默少许 王灵再叹 走出了天逆空间 雪玉国 冰雪神殿之中 一座完全由冰晶制作的宫殿内 一个看起来平常至极的中年男子 坐在椅子上 在他的身前 有一套暗红色的茶具 下手方 站着两人 这两人一男一女 均都是白发苍苍 站立不动 中年男子拿起一旁的竹筒 轻轻地倒出一丁点茶叶 右手在一旁拿起一块冰 放在茶壶中 一点之下 立刻冰块融化 随即沸腾 一股苦涩之味 立刻从茶壶内升起 顿时弥漫整个大厅 中年男子拿起茶壶 把里面的水全部倒掉 随后再次拿出一块冰放入 催化沸腾之后 这一次 一股奇异之香 顿时升起 立刻把大殿内的苦涩 冲得一干二净 整个大殿 笼罩在这浓乡之中 甚至在大殿外 这香味也不散 天雀与丝的味道 即便是天天去闻 也不会有厌烦的一日 可惜 此茶太少 我也只是在朱雀国 偶尔获赠一些 你二人运气不错 过来品尝一下 中年男子说着 拿起茶壶 倒了三杯 一壶茶 只有三杯 便所剩无几 下方二人 连忙上前 各自拿起一杯 仔细品味 只不过那老玉 却是心不在焉 也不咸烫 一口喝干 盯着中年男子 说道 宗主 茶也喝完了 还请出手 把那曾牛情杀 中年男子 颇为心痛地 看着老玉 糟蹋茶水 叹道 那曾牛 只不过是小人物而已 若非朱雀山上传讯 不让人动他 早就有人去取他性命了 可是他居然敢断 红蝶一臂 红蝶是我雪玉国的希望 宗主 你莫要忘了 你之所以 可以达到应变 正是因为红蝶 那老玉抬头 说道 至于旁边的老者 则是低头喝茶 一语不发 中年男子目光渐冷 盯着老玉 缓缓说道 我不会忘记 但也用不着你来提醒 老玉沉默不语 许久之后 说道 还请宗主出手 中年男子拿起茶杯 抿了一口 说道 这曾牛有瘦雷蛙 有法宝一对铃铛 一杆可以幻化 无数静止的小旗 还有一把 无坚不摧的飞剑 另外 根据廖凡最新的消息 这曾牛 还掌握了 昔日黄泉道的功法 这些都是其次 最主要的 这曾牛手里有一物 此物虽说世面小旗 但却有一股 可以毁灭一切的气息存在 老玉一震 目光闪动 说道 原来宗主 一直都在调查此人 中年男子点头说道 能被朱雀山看中 提出要与红蝶一战之人 我岂能不注意 朱雀的名号 未来一定属于红蝶 我岂能让人去破坏 我拍廖凡 拿我法宝前去试探究竟 倒也探出一些事情 老玉恭敬的低头 不再言语 只不过 现在不是杀他的时候 要等他与红蝶一战后 到时 他无论胜负 我都会亲自出手 把他杀死 而且 此人擅长逃顿之法 我在巨魔族的好友传来消息 他怀疑巨魔族的星罗盘 也在此人手中 有了此盘 这曾牛一旦撕裂空间 进入虚无之中 除了阴变后期的老怪 无人能追得上 中年男子再次喝了一口茶水 缓缓说道 老玉眉头一皱 抬头说道 宗主的意思是 要杀他 必须一次成功 我若出手 他定会逃走 所以 一旦出手 我会先布置一个大阵 防止他撕裂空间 并且请巨魔族出面 如此一来 有了两个阴变七修士 即便此人有通天之威 区区一个化神七修士 杀他可谓是十拿九稳 本宗主不出手则已 出手 必须成功 中年男子平淡地说道 老玉脸上恭敬之色更浓 此刻 旁边的老者 放下茶杯 笑道 区区一个化神中七修士 我们是否有些小题大做 中年男子微微一笑 说道 你可知他的意境为何 哦 老者抬头 根据红蝶传来的信息 此人的意境 乃是轮回之下的生死感悟 能感悟如此意境之人 即便是化神七 也不能小觑 中年男子眼中露出一丝感慨 老玉沉默 他内心暗叹 实际上他极力主张 杀着增牛的原因 乃是当年他为红蝶算的一挂 红蝶有意见 他担心 此劫 会应在这增牛身上 春去秋来 转眼间五年过去 周如 十岁了 小女孩越发出落的亭亭玉立 只是性子 却是越来越野 宝塔内给白衣女士喂周的事情 她早就没了兴趣 虽说时而还会想起 但却不再去喂 四周深山内外 几乎遍布他的足迹 虽说年纪还小 可胆子却是极大 山里的老虎野兽 常常被他骚扰 当然了 以他的本事 是无法威胁到老虎野兽的 铁岩 在四年前来到了山谷 他已经到了进入化神的最后阶段 可惜 在云天宗 却是始终停步 于是索性再次放弃一切 跟随亡灵左右 有他陪着 小周如这才嚣张起来 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 王灵在这五年 巩固体内灵力 终于达到了化神中期的修为 可惜 无论他如何努力 却是始终寸步不前 王灵知道 自己这是遇到了修炼之中的瓶颈 若是无法突破 此生修为将止步 这五年内 挑战者渐渐少了 增牛的名气 却是越来越大 成为了众多修士口中 津津乐道的话谈 这一日 是当年与朱雀国所约定十年的期限 这一天 是与红蝶大战的日期 在山谷外 早在半年前 就有朱雀国修士奉命来此 置架了一座传送阵 此阵只能使用一次 只需瞬间 便可横渡朱雀星 进入朱雀国 冯玉山 恭敬地站在山谷外 他十天前带着战铁来此 准备交给王灵 应十年前的约定 这十日 王灵始终在思考 这一战 到底该不该去 朱雀国这几十年里 始终没有对当年之事追究 此事在王灵看来 存在很大的蹊跷 他自己分析 很有可能 朱雀国想要收自己为核心弟子 就如当年的红蝶一般 故此 才会有这一战 这一战 不仅朱雀国的一些 不问世事的老怪会看到 而且 整个朱雀星都会知晓 毕竟 红蝶的名气 太大了 为了一个红蝶 四派联盟覆灭 雪玉国硬是提高到五级 这种事情 几乎在朱雀国的历史上 从未有过 如此 红蝶的名字 已然被绝大部分修士知晓 而曾牛的名气 却是踩着红蝶 突然之间出现 如此一来 他的名气 更大 现在 两人的一战 已然成为了朱雀星 修士目光的凝聚点 二人之间 获胜者 定有天大的机缘 此事 几乎路人皆知 亡灵岂能不明白 他知道 朱雀国的那些 不问世事的老怪 他们是想看看 二人之中 到底谁 才是胜者 若是 他达到了应变期 又或者是化神后期 那么 即便断了红蝶一臂 怕是也难逃一死 偏偏他是化神初期的修为 断红蝶一臂 如此一来 定然是引起了某些大人物的注意 故此 才会有了这几十年的缓冲 亡灵目光一闪 心中有了主意 二更送到 三更稍后 求月票 尔根的目标 是一千三百票 在这零九年的最后五天 大家让尔根封一把 本章完 第三百五十五章 十年之约 第三更 小说 仙逆 作者 尔根 周如气在一头黑纹老虎身上 手里拿着一个小柳枝 一边拍着老虎脑袋 一边偷眼 看向亡灵 那老虎不敢发威 拉耸着脑袋 在山谷内走来走去 小白 抬头 周如眼睛一瞪 老虎立刻低吼一声 乖巧地把头抬起 低头 老虎连忙低头 抬头 如此周而复始 十多遍后 老虎依旧听从 他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只求背上的小祖宗丸高兴了 如同前段日子 把黑熊放回山林一样 把自己给放了 他不敢反抗 先不说那个青年人单单是不远处那打坐的老头 就不是他能惹得起的存在 他并非寻常老虎 而是一头修炼多年的虎精 自然能感受到那老头身上令他恐怖的气息 反倒是那个青年人身上没有任何气息 与凡人一样 不过他更不敢惹此人 前几日 他亲眼看到几个比那老头还要强大的修饰 对这青年毕恭毕敬 如此一来 以他的虎头自然知晓 这位不能惹 所以 即便背上的小祖宗再刁难 他也会按吩咐去做 其实他内心 反倒有些庆幸 要知道 他以前可是看到过 那头黑熊 被这小祖宗教训的凄惨样子 他从来没见过一头黑熊 居然还能倒立走路 也没见过黑熊 居然可以拿起筷子吃饭加菜 更不用说那巨大的熊爪子 还能给人敲背挠痒 每次想到这一幕 他便不由自主地打起冷战 对背上的小祖宗更加畏惧 他自认自己是一头高贵的虎精 绝不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不过低头抬头这样的事情 还是可以接受的 亡灵盘膝坐在宝塔下 看着周如身下那好似极为委屈的老虎 微微一笑 这头老虎有了三百多年的道行 但却与修饰不同 只是具备了筑基七左右的修为 被周如一次看到后 立刻让铁岩抓来 并且起名小白 曾牛道友 十年之约已到 冯某奉朱雀山之命 送来战铁 山谷外 冯玉山的声音 缓缓响起 亡灵的目光 从周如身上移开 落在了山谷外 少请 他站起身子 铁岩 铁岩从打坐中苏醒 立刻站起 恭敬地来到亡灵身前 我要去一趟朱雀国 此去日期不定 但最多八年 我一定回来 在我走的这段日子 小卢你帮我照顾 亡灵看着周如 对铁岩说道 周如没看亡灵 但他的耳朵 却是一动 翘起小嘴 在小白头上狠狠地抓了一把 低声说道 坏叔叔 坏叔叔 每说一次 他都要抓一下小白的毛发 十岁的孩子 虽说力气不大 但抓起毛发来 却也让小白有些痛 毕竟那是额头王发 最是贴肉 吃痛之下 他又不敢发威 只能低喉几声泄粉 铁岩称氏 神情凝重 犹豫了一下 说道 恩公 朱雀国乃朱雀星第一个国 其内高手无数 您去了那里 定要小心 自从四年前 他再次放弃一切追随王林后 原本的主人之称便 换成了恩公 王林对他有化神之恩 此恩 在他眼中 比之生命 也绝不差上半分 王林点头 说道 宝塔我留在这里 并且全部开启 百里之内 除了你与周儒之外 无人可以进入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 你要把小儒儿照顾好 本宫放心 老夫定会保得晚 儒儿小姐安全 铁岩立刻乘势 王林沉吟少许 一拍储物袋 一道白光 在其内一闪而出 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化作雷蛙 周儒看到雷蛙后 立刻双眼一亮 他身下的那头老虎 则是身子一软 险些摊在地上 他清晰地察觉到 眼前的这只蛤蟆 在旗上有着 浓重到极点的妖气 这气息 立刻让他心惊肉跳 心里对于山谷内的这些人 更加畏惧 此刻 即便是让他倒立 让他用筷子吃饭 让他给小祖宗敲背 他也不敢有任何怨言 小儒儿 过来 王林蹲下身子 柔声道 周儒小嘴翘起 不理会王林 但琢磨了一下 一拍老虎头 冲王林伸舌头 翠生说道 坏叔叔 你自己出去玩 不带小儒 王林哑然失笑 这几年来 周儒越加调皮 与当年的李牧婉 性格截然不同 若非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周儒体内李牧婉的原因 有时候还真会觉得 自己是不是抱错了人 这几年 山林内外的野兽 凡是稍微强大点的 都被这周儒欺负过 不过他只是欺负 却从不伤害他们 反而有时候 遇到一些受伤的野兽 还要要求王林去救治 王林时而看到周儒 内心有些不忍 为了让他陪在自己身边 从而让他失去了 童年与同伴玩耍的快乐 只能与这些野兽为由 自己这么做 是否有些太过自私 不过 这些念头只是一闪 便被王林收起 他本就不是一个无私之人 把周儒放在别人家里 他不放心 只有在自己这里 才能保证他不出意外 如而乖 叔叔出去一趟 过几日就会回来 到时候 给你抓一只大点的老虎 王林笑道 多大 比小白要大吗 周儒毕竟还是孩子 一听这话 立刻来了兴趣 也不再与王林怒气 而是连忙问道 比小白大 王林肯定地点了点头 周儒歪着脑袋 想了想 说道 好吧 那你要快点回来 王林摸了摸周儒的头 认真的说道 我很快就回来 小儒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 你要听话 不能走出百里之外 知道吗 周儒点了点头 乖巧地说道 那你不要忘记 我的大老虎 王林微微一笑 站起身子 看了铁岩一眼 内心沉吟起来 这铁岩 他并非不幸 毕竟这么多年来 此人的心性 他已然了如指掌 只是 周儒对他的重要程度 不是简单的信任 便可以托付的 所以 他留下了雷蛙 由此蛙在 若是这铁岩有什么异常 他定会阻止 实际上 王林考虑的有些多了 铁岩的性子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 已然变得心无旁骛 只求可以化神 而王林 给了他希望 对他有大恩 另外 这周儒 可以说是他从小看着长大 从刚出生时 便一直守护 多年下来 内心 王林已然有了一丝爱护之情 即便王林不吩咐 他也会保护周儒安全 另外 更不用说当年的李牧婉 多次为他炼丹之意 王林给雷蛙传了一道神念 拜托他守护周儒 雷蛙腹部鼓起 算是回应 便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晒起太阳来 对于雷蛙 王林是相信的 有些时候 世间之事就是如此 受笔人 更能获得信任 除了这些之外 王林还有一道最终的保护 那便是本尊 本尊就在宝塔之下的地底深处 有本尊在 一切危险 都可以化解 这才是 他真正放心之处 只不过 不但万不得已 他不想让人知道 自己拥有本尊 本尊 才是他真正的杀手锏 比之一切法宝 都要隐藏得深知又深 交代完这些余事 王林向着山谷外走去 迎接他的 将是一个辉煌 还是一个陌路 他不知道 只不过五百年的修炼 王林的心 已然坚定如一 荣辱不惊 轻易不会动摇半分 修道之路 他会一直走下去 永远不变 周如抬起头 看着王林不断远去的背影 忽然抓了下小白的毛发 小白扶林心智 立刻向前奔跑 一跃之下带着周如 追上了王林 王林回头 周如从小白身上 跳下 来到王林身边 轻声说道 叔叔 你蹲下 王林笑着蹲下身子 柔声道 是提醒叔叔 不要忘了大老虎吗 周如摇头 看着王林 在他的额头 轻轻地亲了一下 认真地说道 叔叔 一定要快些回来 小如儿想你 王林正正地望着周如 少请之后 点了点头 说道 叔叔很快就回来 说完 他深吸口气 站起身 走出山谷 周如望着王林的背影 低声道 叔叔走了 不和我玩 小白 你以后要天天和我玩 知道吗 小白身子一颤 内心叫苦 嘀吼一声 无精打采地回应 周如的眼角 有些湿润 眼泪顺着脸颊 落在了地上 这七年来 他与王林几乎没有分开过 早就有了极为深厚的感情 时间越久 他越是感觉心里 好像有一股暖流 这暖流是一种依恋 一种难舍 世间之事 往往有时极为巧合 此刻周如所站的位置 正是当年李木婉 那滴眼泪所滴落之处 当年那一滴眼泪 不知能否开出 一滴的悲伤与哀愁 但可此 这一滴眼泪 却是换来了一滴的思念与难舍 小白 倒裂 周如抹去眼泪 对着老虎说道 老虎立刻悲吼一声 亡灵与红蝶大战日期的前一月 巨魔族 发生了一件天大之事 族内一名老祖 吸收了赤虎拿回的仙域后 成功地突破了化神 成为了朱雀上 第一个应变七巨魔族修士 三更完毕 朱雀篇 开始 本章完 第356章 朱雀国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巨魔族的历史 画下了重重的一笔 从此之后 巨魔族 将不再是四级修真国 而是五级 朱雀国极为重视此事 一位不问世事的问鼎七老怪 亲自接待了巨魔族应变七老祖 实际上 早在多年前 便一直有传闻 说是巨魔族有了应变修士 但一直没有证实此事的真假 这一猜测 可信性极大 毕竟那少祖长 赤虎去了一趟仙界 带回了大量的仙域 此刻 当巨魔族那位老者 以应变七修为 申请巨魔族提至五级修真国时 这一消息 才被确定 巨魔族 并非朱雀星的修士 而是在无数年前 从心外迁移而来 他们的强大 无需质疑 当年的赤虎 仅仅是画神中期 就能与画神后期一战 由此可见一般 巨魔族的天赋神通 在达到应变七后 将会有一次质的改变 这一点 从朱雀国出动了一位问鼎七老怪 亲自为巨魔族加持国籍 就可以看出 要知道 一般来说 提升至五级修真国 朱雀国只会出动一个应变后期的修士 主持国籍而已 巨魔族的提升 好似一滴墨 滴在了清水之中 开始时尚未太大变化 但随着时间的度过 将会引起一场未知的扩散 这一切 与现在的亡灵 没有任何关系 他走出山谷 与冯玉山等人 踏入阵法的瞬间 他回头看了一眼山谷 身影慢慢消失 朱雀国 位于朱雀心最大的一块陆地 此地被称之为朱雀大陆 朱雀大陆上 只有四个修真国 除了朱雀国之外 其余三个修真国 全部都是五级 而且是整个朱雀心 最强的三个五级修真国 他们分别是 青龙 千患 毗卢三国 在三国的正中心之处 占据了朱雀大陆二分之一的位置 这里 就是朱雀国所在 整个朱雀国内 即便是普通的凡人 也比之其他修真国的凡人 高出一等 因为 他们是朱雀国之人 朱雀国 共有三个宗派 这三个宗派 分别是天狱宗 地魄门 以及人道仙 三个宗派 各自都有一个问鼎老怪 与朱雀山 唯一一个问鼎后期 拥有朱雀称号之人 便组成了朱雀心 最终极的力量 当然 在这三个宗派之下 还繁衍出了无数修真家族 他们依附于三派存在 形成了密集的圈网 为三宗输送大量的弟子 此刻 在朱雀国的祭坛之上 一道粗大的光柱 从天而降 散发出浩浩荡荡的凌威 向着四面八方 扩散而去 天狱宗内后山 潭水之处的荷叶上 红蝶盘膝打坐 忽然 他睁开双眼 目光看向远处 那里 正是光注凌威传递之地 红蝶眼中闪过寒芒 轻声道 来了吗 祭坛之上 王林的身影 渐渐出现 在他的身后 冯玉山松了口气 此次这憎牛既然来了 那么他的任务也算完成 可以去朱雀山赴命 祭坛之上 除了王林与冯玉山之外 还站着一人 此人身着紫色长裙 裙脚一只紫蝶 停落在一朵百合中 身披蓝沙 显得清澈透明 一针一缓 双眸淡淡 给人一种幽静的感觉 翘鼻高挺 薄唇浅红 他安静地站在那里 目光落在王林身上 参见三世姐 冯玉山看到女子后 立刻恭敬地说道 女子轻点擒手 望着王林 轻声说道 可是曾牛倒有 王林看着女子 对于此女的绝美之容 不为所动 略一抱拳 说道 在下曾牛 曾道有 小女子是人道先弟子 姓白 明雪 女子含笑 她肌肤似血 头上三尺青丝 两缕披在胸前 剩下的在头上晚成飞云记 整个人看起来素雅 而又不失气质 师父吩咐 让我在此等候 接你过去 王林神色如常 看了此女一眼 说道 人道先 白雪轻点头 说道 曾道有与红蝶的一战 朱雀山定下的日期是半个月后 到时会有各方修真国使者前来观战 在这之前 由我人道先 负责安顿道有 王林沉吟少许 点了点头 白雪微微一笑 身子一动 从祭坛飘下 一道白光 从远处飞来 不带一丝风声 便落在了白雪脚下 拖着她 飞在半空 那是一只通体雪白的仙鹤 王林脚下一点 便落在了仙鹤之上 此鹤 鸣丝一声 翅膀一拍 身影画弧 向着远处飞去 孙玉山羡慕地 看了那仙鹤一眼 自己飞下祭坛 向着朱雀山飞去 白雪站在仙鹤上 时而看向王林 这些年来 这曾牛的名气极大 此刻亲眼见到此人 白雪不由有些失望 她本以为这曾牛 定有绝世天资 可如今一看 却是普通至极 曾道有 不知与红蝶一战 把握几成 二人之间沉默了许久之后 白雪轻声问道 没有把握 王林收回 看向地面 朱雀国面貌的目光 摇头道 白雪一正 随即笑道 曾道有不必谦虚 王林没理会此女 继续看向地面 把一幕幕地貌 记在心里 她手中的地图预检 对于朱雀大陆 只有简单的描述 并不详细 王林虽说暗自判断 朱雀国应是准备 收自己为核心弟子 但警惕心却是始终保持 白雪道有 这朱雀国 有何宗派 王林沉音少许 问道 白雪声音委婉动听 在她的一一述说下 王林对于朱雀国 有了一些了解 与你一战的红蝶妹妹 便是天狱宗弟子 说完 白雪轻叹 再次看了这憎牛一眼 她日前从世尊口中听闻 好像朱雀山安排此人 日后加入他们宗派 王林目光平静 没有说话 鲜鹤的速度不快 但却急稳 飞行间 路过一座座山川 被王林暗记在心 这朱雀国 灵力极为充足 这一点 是任何修真国都 无法比拟 就比如说灵脉 王林一路上 已然看到了不下实处 正是由于这些灵脉的存在 才使得朱雀国内灵气 会如此充足 飞行中 忽然王林目光一宁 落在了远处 那里 有一座高耸入云之山 云烟鸟鸟 好似仙山之境 二人身下的仙鹤 没有飞向此山 而是向一旁绕开 王林神色虽说如常 但内心却是移动 那里 就是天狱宗的山门 有阵法守护 所以看不到其内细貌 白雪轻声说道 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红色的身影 从那仙山之上落下 踩着一片白云 远远地看向这里 王林目光一冷 盯着那红影 沉默不语 一直到仙鹤月飞越远 那红影渐渐消失在视线之内 红蝶站在天狱宗之外 远远地看着王林慢慢远去 他脸上 月加冰冷 目光寒芒闪烁 微风一吹 落在他右臂处 一节空袖随风飞舞 带起一股消沙之色 他果然来了 红蝶转身 走向天狱宗 消失不见 王林站在仙鹤之上 目光冰冷 扫了身边一脸平淡的白雪 此女挑选此路 怕是心中另有他意 时间不长 仙鹤飞进一处 仿若长龙一般的山脉 阵阵云烟飘散中 仙鹤穿透而过 向着深处飞去 远远的 一座巨大的盆地 出现在王林目光之中 盆地内极大 有着无数凋懒玉气的阁楼防射 仙鹤飞进后 白雪身子一动 从仙鹤背上跃下 王林向前踏步 走了下来 落地后 白雪回头青生道 憎牛道友 此处并非我人道仙宗门 而是师尊他老人家的仙府 师尊这个时间 正在修炼 北手三排防射 你随意挑选一间柱下 待师尊修炼完后 自会见你 说完 他对王林一抱拳 转身离去 消失在阁楼防射之内 王林深知在这朱雀国内 神识不能随意扫动 否则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听把白雪化后 他向着北手走去 一路上 他遇到了一些仆从 这些人均都是神情麻木 看都不看王林一眼 匆匆而过 没过多久 王林来到北手 看到了那三排极为奢华的防射 他选了一间进入 房间内一应俱全 王林盘膝坐在床上 沉吟起来 从进入这朱雀国开始 他便有一种危机感 这种感觉虽说很淡 可却始终存在 王林知道 以自己的修为 在这朱雀国内 可以杀死自己之人 绝不会少 任何一个应变妻修士 都可以置自己于死地 朱雀国对自己的态度 也是有些蹊跷 居然还有人亲自来接 想必一会 那白雪的师尊 也会召见自己 沉吟少许 王林闭上双眼 打坐吐纳 黄昏 外面略有暗淡 房间内也无灯火 随着时间的度过 渐渐更暗 在黑暗中 王林忽然有一种孤独感 他望着四周陌生的房间 陌生的宗派 陌生的朱雀国 找不到任何存在的感觉 王林轻叹一声 正要把蜡烛点起 忽然他神情一动 看向房门 少请 敲门声在这黑暗中 回荡起来 咚 咚 咚 终于知道连续三更的苦了 马字 苦 看到月票 田 苦田交错 09年的最后几日 过得好充实啊 本章完 第357章 红蝶之战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戒 王林沉声道 没有任何声息 房门被推开 一个身穿青布挂子的小丝 走了进来 他手中带着一个托盘 上面放着一些水果 进入房间后 看都不看王林一眼 把托盘放在桌子上 转身向外走去 等一下 王林说道 那小丝脚步停下 转过身 看向王林 房间虽说昏暗 但以王林的双眼 只要他想 却是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小丝的相貌 此人年纪不大 只有十三四岁 面色白净 眉清目秀 没等王林问话 这小丝张开嘴 指了指 在他的口中 只有半截舌头 王林一正 没有说话 小丝冲王林善意一笑 转身离开 把房门轻轻关上 不知为何 对于此处先浮 王林有了一种阴森的感觉 看着托盘上的水果 王林沉默 闭上双眼 继续打坐 他的右手 始终放在储物袋上 已被随时遇到危机 有足够的时间反抗 时间渐渐流逝 转眼间三天过去 这三天 除了那小丝之外 王林没有看到任何人 他在第二天清晨时 曾出去转了一圈 一路上看到的蒲丛 全部都是没了一半舌头 无法说话 除此之外 此地多处位置 都有强大的静止存在 这些静止 王林无法短时间破解 此地 透着一丝诡异 王林沉吟少许后 索性不去再探 而是以不变以万变 一直在房间内打坐 让自己达到最巅峰的状态 迎接与红蝶的一战 心无旁骛地度过了十天 这一日 王林正在打坐 忽然似有所查 猛地睁开双眼 只见一个中年男子 坐在房间内的椅子上 拿起茶壶 倒了一杯 把茶壶放下 看向王林 此人相貌堂堂 脸部无须 但却有点点清茶 双目明亮 其内好似有云烟飘渺晃动 他坐在那里 没有说话 但却代表了威严 王林目光平静 对于眼前之人 可以轻松地进入房间 而不被自己所查 没有任何意外 朱雀国内 秀为高深者众多 王林不是出踏仙徒的幼童 不会轻易震惊 中年男子喝了一口茶水 右手食指在桌子上轻轻点动 一语不发 王林也是沉默 没有说话 房间内一片寂静 这种静 静得有些可怕 一股无形的压力 在房间内随着中年男子右手指头的轻点 慢慢传来 若是王林没有化神之前 在这压力之下 定会先行承受不住 即便是在进入仙界时的化神初期修为 也会有所难耐 可现在 王林很平静 许久之后 中年男子站起身子 看都不看王林一眼 转身走出房间 至始至终 他没有说一句话 他走后 王林站起 来到桌子前 只见在那里 一滩茶水散开 露出其内两个字 书 死 王林沉默 右手在桌子上一抹 水痕消失 他望着窗外的黑暗 目光闪动 刚才那中年男子 定有阴变期的修为 恐怕 就是那白雪的师尊 此人留下的两个字 意思已然表明 自己若是与红蝶一战输了 只有死路一条 王林深吸口气 坐在一旁 闭目打坐 几天之后 大战之日来临 朱雀国那巨大的祭坛之上 极为热闹 各个修真国来此的使者 纷纷在等待这一场大战 朱雀国对于王林与红蝶一战 早在十年前便已然宣布出去 这一战吸引了绝大部分修士的目光 交战的二人 虽说只是化神期的修为 但其身份却是差距极大 红蝶 雪玉国天之娇女 朱雀国内也算是天资第一人 百年之内化神后期 被誉为最有可能达到问鼎期的人选之一 曾牛 初始名不经传 默默无名 但却可以获得先顶 并进入先界 而且断红蝶一臂 一举具备威名 若仅仅如此 倒也不会引人注意 但这曾牛 在进入先界时 只有化神初期的修为 以化神初期对抗后期 还能断对方一臂 如此一来 自然成为了传奇 现在 这二人再次的一战 立刻引起了各方注意 在那祭坛之上 红蝶安静地站在右侧 他一袭淡青色碧水工装 只在裙底袖口 袖了一条暗紫色细花纹 简单朴素 青丝如铺 只用一根水色缎带轻轻竖起 身上再别无踏实 清新脱俗 但掩不住的是香蕉郁嫩的面容 只是微风袭来 那向后飘摇的空袖 却是使得如画中人般的红蝶 略有瑕疵 红蝶的美丽 与他的天资一样 透着高傲 透着一丝绝情 在祭坛外围的半空中 有一道道环形的白纹 在旗上 放着众多主意 旗上已然坐着庶人 这些人中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均都是各个修真国的使者 远远看齐 这些人 即便不足上百 也相差不多 人虽上百 但却没有任何过躁之音 这些人坐在外围光环 最里面的光环上 只有四个主意 此刻 主意上坐着四人 这四人 均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这时 远处一只仙鹤徐徐飞来 一个身穿白衣的青年 站在旗上 他身子挺拔 头发被紫色丝带竖起 相貌虽说普通 但却有股难言的气质 在他的身边 还站着一个紫衣女子 此女相貌 与之红蝶 不遑多让 仙鹤飞舞 在祭坛上嘶鸣一声 旗上的白衣青年 身子一跃而下 落在了祭坛 他 正是亡灵 红蝶低头看了一眼 右臂的空袖 抬头时 目光闪动寒芒 还有一股隐藏极深的恨意 他身为天之娇女 在遇到亡灵之前 同辈之中未尝一败 亡灵 是第一个打败他 并且断其一臂之人 若是亡灵正大光明地击败他 他虽说恨 但却不会如此强烈 可当年 亡灵是在他最为虚弱之时出手 不但如此 更是想要坏他到心 这么多年来 他修为寸步未尽 这一切 都是归咎于这亡灵 只有杀了他 自己才可以恢复到心 亡灵神色如常 目光平静地 站在祭坛之上 看向红蝶 那环四章主意上的一个白发老者 此刻目光冰冷地扫了亡灵与红蝶一眼 开口说道 老夫朱雀山长老公孙破 是你二人此战的裁定者 他右手掐绝 虚空一点 顿时在祭坛之上 亡灵与红蝶之间出现了一道光门 进去吧 那里 是你们的战场 老者说完 闭上双眼 不再说话 红蝶二话不说 身子一送 走进光门 消失 亡灵目光平静 仔细看了一眼光门 踏步走路 在他二人全都进入后 光门立刻变大 覆盖整个祭坛 其内露出一片深山荒凉之处 在外面 通过这光门 可以清晰地看到 其内的一切景象 亡灵进入光门后 立刻察觉 这光门应该是一处传颂阵 出现时 展现在他面前的 是一处荒凉的深山 四周一片安静 天空昏暗无光 一股令人烦躁的气息 笼罩天际 一棵棵巨大的古树 错落地生长在四周 石杖外 还有一条水桶促的红纹蟒蛇 蠕动着身子 从树叉垂下头部 吐着杏子 冰冷的双眼 看向亡灵 僧牛 天空之上 传来一声娇和 亡灵身子一动 起身飞上半空 只见天边一道鸿芒 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冲来 人还未到 一股冰寒之气顿时扩散 这些寒气 化作一个个拇指大小的颗粒 迅速成形 在亡灵身前十丈外 立刻凝聚 化作一个巨大的冰雕巨人 这巨人身高十多丈 面无表情 但巨大的拳头 却是一挥而动 向着亡灵一拳击来 亡灵目光一闪 身子后退 在那巨人头顶 红芒一闪 红蝶出现 他眼中露出寒芒 盯着亡灵 口中一吐 一道鲜艳之芒 顿时飞出 化作一只冰玫瑰 落在红蝶身前 他打定主意 绝不与这增牛恋战 而是快刀斩乱麻 以最快的速度杀了此人 随着冰雪巨人的一拳轰出 红蝶左手轻轻摘下玫瑰一片花瓣 向前一抛 立刻 这花瓣好似大浪之中的船 飘飘摇摇中 向前飞去 亡灵轻哼一声 右手一翻 近翻出现 挥舞之下 近期立刻幻化而出 化作一道道恶龙 交错在一起 形成一个黑色的巨大拳头 与那巨人之拳 轰击在一处 碰 今天巨像传递而出 下方的苍天古树 立刻断裂 甚至连那条巨蟒 也被一阵之下 身子翻滚 在地面上扭动 在其身上 有多处血痕 这些伤口 是被生生震裂而出 巨大的冲击力 使得冰雪巨人身子 立刻退后一步 它的拳头上 出现均裂的痕迹 一块块冰 从骑上落下 好似飞舞的冰晶 亡灵手中一阵 静气化作的拳头 顿时崩溃 一股庞大的力道 传递至静翻之中 但听咔咔树声 静翻出现了裂缝 这是我雪玉国 历经五百年制作的法宝 冰神 僧妞 今日你必死无疑 红蝶双眼寒芒闪烁 玉手一点虚空 立刻 那飞舞的玫瑰花瓣 立刻有了变化 第三更正在码 写了一半了 继续写 月票 大家多来点月票 争取早日一千三百 耳根吐血 也会笑着马字 本章完 第三百五十八章 昆吉编 小说 仙妞 作者 尔根 那玫瑰花瓣飞舞间 立刻出现一条条细丝 这些细丝 蠕动着化作一张大网 漠然间向着亡灵包去 亡灵目光一闪 手中静翻一抛 立刻一道黑幕 漠然间出现在四周 同时 他右手在锄带上一抹 立刻 仙剑在手 狠狠地向前一展 顿时剑芒透过黑幕 立刻展在花瓣之上 砰 花瓣立刻出现裂纹 但却没有碎裂 无数细丝随着花瓣来临 铺天盖地般 向着亡灵迅速落下 红蝶双目寒芒一闪 再次摘下一片花瓣 向前一抛 同时左手掐绝 匆匆欲止 点在旗上 立刻 这花瓣瞬间变大 漠然间飞到半空 向着亡灵包来 红蝶没有收手 而是又摘下一片花瓣 这一次 他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鲜血 落在花瓣之上 立刻 花瓣之上出现血纹 一闪之下 化作九把红色长剑 阵阵剑芒 从旗上闪烁而出 九剑疯狂地向着亡灵轰击而去 三朵花瓣 憎牛 我看你死不死 红蝶一拍身下冰雪巨人 这巨人立刻咆哮一声 向前踏步 右手挥舞成风 紧跟飞剑之后 向着亡灵轰击而去 他每一次踏步 地面都会留下一个深深的巨坑 无数大树折断 地面轰隆隆声中 出现一处处巨大的军烈之纹 亡灵目光一闪 他此生所欲战斗 这次 可以说得极为凶险的一次 他手腕上的驱兽圈 不到万不得已 不想使用 毕竟此地是朱雀国 而且他相信自己与红蝶的一战 定会有很多人观察 一旦自己暴露太多 对自己不利 面对铺天盖地的红丝 亡灵大喝一声 手中仙剑疯狂地向前斩下 一道道剑芒 宣泄而出 冲击在那红丝之上 硬是撕裂出一道口子 亡灵脚下一踏 立即从那口子内冲出 与此同时 他张口一吐 一道黑芒从他口中飞出 化作一个大印 硬是顶在了铺下的巨大花瓣之上 黑印一颤 花瓣立刻把它包住 也就是几夕之间 黑印消失 化作一滩黑水 滴落下来 亡灵面色苍白 借着黑印阻拦花瓣的瞬间 一闪之下 瞬移至百丈之外 就在这时 九把红色长剑 无声无息间呼啸而来 其速快若闪电 亡灵立刻一抹储物袋 顿时两个铃铛飞出 立刻撞击在一起 发出一道音波之文 九把红剑在音波之下 稍微一缓 但立刻又急驰而来 一缓之下 两个铃铛碎裂 包在亡灵身上 形成战甲 亡灵大喝一声 身子再次一闪 这一次 他是冲向红蝶 只是 他身子刚一出现 红蝶脚下的冰雪巨人 那巨大的拳头 立刻轰然而来 这拳头的速度 比之刚才要快上无数倍 几乎瞬间便轰击在亡灵身上 亡灵身子立刻向后抛去 与此同时 九把长剑疯狂地刺入 紧接着 天空之上的巨大花瓣 立刻包下 把亡灵彻底地包住 不入任何缝隙 红蝶双目杀鸡一闪 喝道 憎牛 受死 他左手掐绝 一点之下 那半空中 包住亡灵的花瓣内 立刻传来 砰砰树声 但 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黑芒 在其内宣泄而出 把包住亡灵的花瓣 立刻颤动起来 在红蝶面色一变中 一道好似 可以开天辟地的 巨大剑芒 从其内疯狂闪烁 花瓣 一分为二 亡灵在其内 缓缓地走了出来 他头发的丝带已经断裂 一头黑发无风自动 双眼闪现阵阵滔天的寒芒 目光看向红蝶 好似在看死人一般 他身上的铃铛战甲 多处碎裂 在他的身后 九把红色长剑 全部碎裂 红蝶 战斗 才刚刚开始 之前 只是热身 亡灵声音低沉 缓缓说道 红蝶盯着亡灵 左手一点身前剩余六片花瓣的玫瑰 正要施法 红蝶 你看看这是什么 亡灵嘴角露出邪义的笑容 手中多了一物 这是一个好似茧子般的石块 骑上闪烁一个个道法的符号 亡灵右手在骑上一瞧 立刻上面的符文明亮地闪烁 红蝶顿时面色一白 眉心之处涌现一丝黑气 他立声道 憎牛 那是什么 一只手臂而已 亡灵神色如常 右手在骑上一拍 立刻这石碱碎裂 一个个石块落下后 露出骑那一只 漆黑无比的干枯手臂 把断枝拿在手中 亡灵看向红蝶 斜意地笑道 红蝶 这手臂 你眼熟吗 红蝶身子一颤 盯着那手臂 随后猛地看向亡灵 眼中的寒芒 已然达到了极限 岑鸟 你卑鄙 王灵目光一闪 哈哈大笑 随后立刻阴沉 说道 我卑鄙 当日在先见 你我无冤无仇 我并没招惹于你 可你却几次三番 要置我于死地 一直到现在 我都不知这是为何 难道就许你杀我 我却不能反抗吗 红蝶面色阴沉 二话不说 玉手在玫瑰花上一点 立刻这玫瑰花上的六朵花瓣 纷纷散开 亡灵轻哼一声 毫不犹豫地一拍橱带 一杆黑棋落在手中 此物 正是那只差一道静置 便可引下天结的碎裂静翻 他左手在身前一动 立刻一道静置出现 映在了静翻之声 漠然间 静翻一阵 其上升起一丝耀眼之芒 红蝶面色一变 玉手迅速掐绝 口中传出几声复杂难鸣的咒语 顿时 那六多花瓣 立刻快速飞去 喷喷声中 化作六个身穿红色衣衫的女子 但 静翻之内 此时却散出一道强劲的推力 向着四周扩散 亡灵的身子 不由自主地推出 她松开手 任由那静翻飘在半空 至于六个花瓣化作的女子 也纷纷停止 无法上前 此刻 天空忽然传来轰隆隆之声 紧接着 红云密布 好似天塌一般压下 这一刻 在外界 一直看向这场战斗的众人 顿时一惊 内环的四个白发老者 立刻睁开双眼 四人几乎目不转睛地 盯着光门内那天空中的红云 天结 公孙破目光一闪 六云归一 红蝶面色大变 她立刻玉手一照 六个红衣女子迅速向她飞来 一个个融入她的体内 顿时 在红蝶的身后 出现了六个妙慢舞动的红色虚影 此刻 天空红云浓郁 亡灵嘴角冷笑 右手向着静翻一点 顿时 那静翻立刻颤动 化作一道道静气 漠然间冲向红蝶 就在这时 天空轰隆一声 所有的红云凝聚在一起 一道红色的闪电 疯狂地轰击而下 她的方向 正是静气所在 红蝶脚下一踏 立刻后退 但亡灵早就盯着红蝶 此刻看她退后 立刻身子一动 手中仙剑默然一展 一道剑芒立刻飞去 这不过这剑芒 并非是对红蝶 是拔地而起 与那轰然降临的红色闪电撞击 哄 一声巨响 剑芒崩溃 闪电一顿之下 再次降临 借着一顿的时间 亡灵大鹤 静翻 散 顿时 静翻立刻一阵 更多的静气忽然冲出 最终静翻 化作飞灰消失 但那些云涌而出的静气 却是几乎眨眼间 便追上了红蝶 在她四周徘徊 更有不少 已然钻入冰雪巨人体内 虽说无法造成伤害 但却可以作为天结牵引之力 那巨人立刻踏步 每次踏步 钻入她体内的那些静气 便会被声声震散 但静气太多 仍然还是毫不畏惧地冲入 红蝶正要顺移而出 但立刻面色难看起来 天结降临的一刻 任何顺移都将失去作用 红蝶 瘦死 亡灵双目一闪 此刻 红色闪电轰隆隆中落下 静气一碰闪电 顿时消散一空 闪电疯狂轰落 向着在静气之中的红蝶降临 这一切说来话长 但实际 却是几乎眨眼间的功夫 红蝶面色苍白 银牙一咬 在闪电落下的瞬间 其背后的六个虚影 立刻飞出 爆 一个红色虚影 在撞击闪电的瞬间 爆炸开 但显然无法阻止天结的落下 爆 爆 红蝶声音撕裂 轰轰轰 轰 天结闪电视如破竹 一个虚影崩溃 又一个虚影崩溃 转眼间 六个虚影全部崩溃 只是 闪电的威力 却是在这连续的爆炸之中 有所降低 红蝶二话不说 脚下一踏 立刻整个人沉入到冰雪巨人体内 在他身子消失的瞬间 天结落下 漠然轰击在了冰雪巨人身上 巨人猛地抬头 痛苦地咆哮一声 身子立刻出现大量的军裂 在他体内 一道红色细丝迅速钻去 他并非是进攻巨人 而是在他的身体内 向着那些残留的进气攻击 另外 在其体内 此刻居然有一把软边的虚影 时而闪现 每闪一次 天结细丝便会弱上一分 可惜 亡灵目光一闪 手中仙剑 立刻向前一抛 大喝一声 控制此剑漠然斩下 一道粗大的剑芒 顿时闪现而出 向着巨人落下 坤极变 巨人张开大口 咆哮一声 只不过这声音 却是属于红蝶 就在这时 忽然巨人体内的鞭子 立刻剧烈闪动 其中一头迅速从巨人胸口飞出 向着亡灵啪的一下抽来 快 太快 亡灵根本就无法闪躲 立刻喷出一大口鲜血 身子落地 但元神 却被抽出体外 远远地抛开 此刻剑芒落在巨人身上 他身子巨震 气息一弱 腰部出现一道 手臂粗细的巨大伤口 穿透身体 本章完 第三百五十九章 战车怒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那鞭子速度太快 亡灵几乎没有任何闪躲之力 元神顿时被抽出体内 向后飘去 震惊之下 他立刻察觉到 一股剧痛 从元神各处传来 这种痛 好似钻心 那是元神受伤的前兆 他没有任何犹豫 双手掐绝 灵力一散 元神生生止步 随后迅速向前一个瞬移之下 钻入到肉身之内 亡灵睁开双眼 右脚在地面一点 身子如流星般 飞出百丈之外 他眼中露出金蓉 方才那巨人的攻击 实在太贵诡异 这是什么鞭子 亡灵目光闪动 盯着百丈外的巨人 好在之前亡灵的剑芒 切在了巨人腰部 再加上天结细丝的作用 那巨人无法趁亡灵 元神出鞘之际进攻 否则 威已 在那剑芒落在巨人腰部的一刻 巨人体内的天结细丝 消灭掉了最后一道静气 漠然间 消散了 天空的红云 来得快 去得也快 转眼 天空便再度恢复原本的昏暗 好似之前的红云 从没出现过一般 巨人身子一抖 骑上的军裂 立刻全部碎开 纷纷落地 它庞大的身躯 缩小了一半 变得只有五丈大小 腰部的伤口 也快速地收拢 几乎转眼间 便消失无踪 只是在其胸口处 那条鞭子的虚影 时而闪烁妖艺之盲 亡灵二话不说 转身就逃 那鞭子太过诡异 若是在癌上一下 猿神出鞘 肉身定会被对方毁掉 如此一来 这场战斗 即便是最终赢了 也是输了 曾妞 我看你 还有什么能难 红蝶的面部 出现在巨人额头之上 他咬牙切齿地 尖声喝倒 那缩小了一半的 冰雪巨人 身子比之前更加灵活 在地面踏步一点之下 其庞大的身躯 立刻在地面轰的一声 出现阵阵军裂的 瞬间拔地而起 向着亡灵追去 亡灵一路急迟 好在此处战场极大 他飞行之中 尚未察觉边境 他右手在橱袋上一抹 立刻拿出丹药符下 一边飞行 一边调整内息 对于身后咆哮追来的巨人 炙若妄闻 红蝶面部充满寒霜 他对于前方这个逃顿之人 恨之入骨 刚才若非拥有冰雪巨人 怕是自己这次 就要葬身于此 这曾妞 居然有可以引下天结的法宝 不过这种法宝 我不信他还有 否则的话 刚才连续两道天结下来 即便是冰雪巨人有鲲脊鞭 也无法承受得住 红蝶目光阴沉 心念一动 顿时 巨人胸口处的鞭子虚影 疯狂的一闪 在巨人手中成形 亡灵 受死 红蝶焦鹤 巨人手中鞭子立刻抽出 笔之闪电 还要快上三分的速度 瞬间来临 亡灵面色一变 虽说鞭子速快 但亡灵一直暗自提防 在那鞭子挥舞的瞬间 他便瞬移之下 消失在原地 出现时 已在了百里之外 亡灵喷出一口鲜血 刚才他瞬移之时 被那鞭子稍微碰触了一下 这一下 虽说没有把原神抽出 但却让他受伤 好厉害的鞭子法宝 亡灵深吸口气 继续逃顿 大把的灵药 被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吞下 争取尽管恢复灵力 红蝶眼中寒芒闪动 操控巨人疯狂地追击 曾尿 你现在如丧家之犬般 当年的威风在哪 红蝶追击中 冷言讽刺 亡灵哈哈一笑 说道 红蝶 那断臂的毒咒 你尚未化解 只凭借灵力压制 这恐怕才是你一出手 便用出最强大法宝的原因吧 红蝶面色阴沉 轻哼一声 至始至终 他与亡灵的数次相遇 从未在言语上压过一头 于是不再说话 而是操控巨人 挥舞鞭子 啪啪声中 打在虚空 带起阵阵波纹 少请 亡灵体内灵力恢复 他目光一闪 手中多出一雾 正是那红蝶的断臂 他口中念念有词 左手掐绝 在断臂上一点 顿时 这整只断臂 立刻散发妖蝶之芒 其上出现一道道咒法的符号 爆 王灵左手在断臂上一拍 口中喝道 立刻 在后追击的红蝶 眉心一道黑线迅速闪烁 红蝶身子一颤 面色更加苍白 他坚声道 曾牛 我不杀你 不叫红蝶 压制 我看 你能压制到何种程度 爆 爆 爆 王灵冷笑 大喝道 顿时 红蝶眉心的黑线 立刻蔓延 转眼间 红蝶美丽的面孔上 立刻被这黑线贯穿 你 红蝶喷出一口黑血 他的确是顾及断臂之上的咒法 所以之前一出手 便是打定主意速战速决 可惜 这如意算盘没有打响 不知不觉中 二人的战斗 不再按照红蝶的想象进行 王灵目光闪动 再次大喝一声 爆 立刻 他手中的断臂 砰的一下 爆炸开 其内已然没有了血液 爆炸中化作黑灰 向四周消散 断臂的碎爆 把红蝶体内的咒法 顿时全部点燃 红蝶再次喷出一大口黑血 脸上黑气浓密 王灵身子立刻一顿 不再逃走 而是借此机会 右手一甩 驱兽圈立刻出现 化作一道残影 砰的一下 变成了战车 骑上兽魂 立刻咆哮而出 血红的双眼 盯着王灵与那巨人 此刻的王灵 深知不能再考虑暴露的问题 取胜才是关键 战车出现后 需要时间开启 王灵身子一动 右手先剑握着 向前瞬间一展 剑芒疯狂地宣泄而出 带着呼啸的破空声 立刻撞击在了冰雪巨人之上 砰 巨人退后竖杖 胸前出现一道剑痕 红蝶双眼紧闭 正在全力压制咒法 王灵目光一闪 提前上前 又是一展 剑芒瞬间挥舞而出 砰 剧响之后 巨人再退 红蝶此刻挣扎地睁开双眼 恶毒地盯着王灵 口中倾吐一个咒语 立刻 巨人双目幽光一亮 显然 红蝶放弃了操控巨人 而是全力压制黑气 巨人的身子 顿时灵动 他又拳一挥 立刻鞭子虚影出现 王灵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提剑挡在身前 但听轰的一声 王灵身子退后十多丈 仙剑虽说没有受损 但王灵的身子 却是承受住这巨大的力量后 立刻喷出鲜血 就在这时 那巨人踏步之下 居然一跃来到王灵山前上空 咆哮一声 拳头轰出 在那拳头之中 还有鞭子虚影挥舞 王灵面色猙獰 右手仙剑 立刻一甩而出 化作一道长虹 瞬间冲击而去 在那拳头轰击而来 落在身上的瞬间 只见那仙剑 一闪之下 从巨人右臂处横扫而过 巨人立刻大声咆哮 他的整肢右臂 立刻从身体上断裂脱落 剑芒 与仙剑实际切中 决然不同 仙剑从巨人身体穿透后 落在了百丈之外的地面上 深深地刺入进去 王灵身子多处喷血 骨头断裂 远远地抛出 只不过 他却大笑起来 红蝶 你被我断一臂 现在这废物巨人 也断了一臂 倒也匹配 右手一照 那巨人的断臂 立刻落在亡灵手中 他手中轻光一闪 这巨大的断臂 立刻砰得一下碎裂 从其上落下大量的冰块 手臂的大小 立刻缩减一半 此刻 战车之上的无数猙獰力刺 闪烁黑芒 这些黑芒向着兽魂凝聚 兽魂慢慢地膨胀起来 他双目中 凶芒闪闪 巨人咆哮 身子向前一踏 直奔断臂 亡灵眼中寒芒一闪 张口吐出一道白光 立刻把断臂包裹 全力催化 断臂之上 又一次出现碎裂 随后 再次缩小 巨人速度极快 身子一跃之下 左拳挥出 哄 亡灵身子退后 一闪之下消失在原地 之前所在之地 立刻出现阵阵军裂 出现时 亡灵站在仙剑旁边 一把握住此剑 碎 亡灵大鹤 被白光包裹住的断臂 立刻又一次碎裂 脱落大量冰块后 又小了一倍 此刻的这断臂 已经与常人手臂一般大小 巨人猛地转身 又是一拳轰出 快若闪电 急迟而来 亡灵手中仙剑一提 一剑斩下 就在这时 忽然从巨人的胸口处 那鞭子虚影立刻一闪 亡灵面色一变 剑仙挡在身前 但那鞭子却是一转之下 绕过仙剑抽在了亡灵身上 碰 亡灵喷出鲜血 身体被抛出十多帐外 摔在了地上 而他的元神 则再次被声声抽出 飞到了百丈之外 那巨人双眼幽光闪动 不去理会亡灵元神 而是拳头一挥 向着亡灵肉身迈步而去 战车 开 亡灵的元神 双目一闪 经过这些时间的拖延 射神车 完成了开启的时间 战车之上的魂兽 咆哮着冲出 他身上的铁链 此刻全部消失 只不过 他这一次 并非是冲向巨人 而是向着亡灵的元神 一口吞来 聂绰 亡灵目光一闪 双手掐绝 在身前一点 立刻 一道铁链 从战车内冲出 立刻死死地锁住魂兽 魂兽大力地挣扎 咆哮着不改方向 显然想要不顾一切地 吞下亡灵 此刻 那巨人已然来到亡灵肉身之前 宁笑着一拳哄下 本章完 第三百六十章 易景威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徐立国 亡灵原神大贺 被肉身握住的仙剑 立刻传来一声哀鸣 其上黑气立刻涌现 操控仙剑 漠然间阻拦在亡灵肉身之前 哄 巨人的拳头砸在仙剑上 反正之力 立刻使其退后数步 只不过 仙剑内的许立国 却是虚弱地呼喊一声 仙剑啪地一下落地 再无声息 那巨人目光一闪 再次上前 就在这时 更多的铁链从战车内飞起 死死地锁住魂兽 生生地把他拽了回来 那魂兽不甘心地咆哮 满腔怒火 立刻转移到巨人身上 咆哮冲来 那巨人立刻抬头 不顾攻击亡灵肉身 而是一拳轰击在冲来的魂兽之上 轰轰 轰 连续不断地抨击中 巨人与兽魂展开了进攻 兽魂咆哮着冲击 每一次 都被巨人的拳头阻步 这不由地挑起了他的怒火 大口一张 立刻化作无穷大 一口吞下巨人 只是 在他吞下的瞬间 巨人体内的鞭子 立刻闪动 挥舞而出 抽在了魂兽身上 一抽之下 魂兽立刻吃痛 身子缩小一些 啪啪 连续不断地抽动 魂兽立刻剧烈地咆哮 双眼凶芒大闪 不顾一切的一口吞下 庞大的身子 漠然间从巨人身体内穿透而过 巨人身子一颤 身体上出现阵阵军裂 一块块冰层脱落 他的身子再次缩小 这一次变得只有两丈多高 并且在他的右肩部出现了融化的迹象 魂兽正要回头再次吞下 就在这时 红蝶睁睁开了双眼 他脸上的黑气被压制在眉心处 再次形成黑线 昆极边 本体线 红蝶的声音急促中带着一丝阴森 顿时 一把通体雪白的鞭子出现在了巨人左手 这次的鞭子并非以往的虚幻 而是凝实 一抖之下 此边疯狂地抽在了魂兽身上 魂兽吃痛 凶性更烈 正要再次冲击 忽然悲哀地咆哮一声 回头看了一眼战车 他毕竟是魂体 受到战车限制 另外 亡灵操控他的方法 也不是正确 无法发挥全部威力 此番多次进攻之下 立刻感受到了战车的召唤 魂兽不甘心地冲天咆哮 身子渐渐消散 化作一道黑芒 回到了战车内 消失不见 亡灵的元神 早就趁魂兽打斗之际 回到了身体内 并且还服下了丹药 此刻体内灵力调整后 立刻拿起仙剑 送出一道灵力 使得许立国恢复 随后提剑一跃 一剑斩下 亡灵的剑芒 来临之际 巨人大喝一声 左拳猛地挥出 与剑芒轰击在一处 随后身子立刻向后退去 在大地一点之下 地面轰隆军裂的瞬间 立刻向远处逃顿 追 亡灵目光寒芒一闪 提剑追去 红蝶面色阴沉 今日一战 比之当年仙剑 还要艰难数倍 他怎么也没想到 区区几十年的时间 这曾牛居然有了如今的修为 遥想当年仙剑 他全胜时期杀此人 这曾牛除了逃命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即便是后来 也是震慑于对方 可以使得仙界崩溃的法宝 这才没有继续 但他内心 却是从未把亡灵看在眼里 在他心中 这曾牛 不是与他一个档次之人 是弱者 是爬虫 是天生就应该 遵从于强者的踏脚石 像亡灵这样的修饰 他在四派联盟扫荡余孽之时 杀了不少 即便是在朱雀国 他也一样保持这种心态 这是他的骄傲 可是 这骄傲 在被亡灵断了一笔后 立刻崩溃 他无法忍受一个弱小的修士 居然敢偷袭自己 对于亡灵的恨 已然浓郁到了极点 他立志要杀亡灵 从而使得自己道心圆满 甚至不惜把血玉国的重宝兵神拿出 准备一举杀死此人 甚至于 他的师兄还把天狱宗的重宝 昆吉鞭悄悄取出 用来讨好他 对这个昆吉鞭 红蝶本不想使用 他始终认为 自己有兵神在手 又有本命法宝 杀死这憎牛 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只是 对于昆吉鞭 他听过不少传闻 略有心动 也就没有拒绝 而是藏在兵神之内 准备出其不意下至圣 可现在 几次三番之下 二人之间的战斗 已然进行到了白热化 这憎牛 法宝几乎层出不穷 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尤其是刚才那魂兽 狂猛至极 若非其厚力不足 红蝶自刃 在那魂兽的连番进攻下 自己没有昆吉鞭 定会败落 此刻 他只能逃 兵神已然极为虚弱 多次的受伤 使得他的大小 只有两丈 一旦再次缩小 就会彻底崩溃 这种逃 他从小到大 只有过两次 第一次 是在仙界虚弱之时 被亡灵所逼 第二次 就是现在 被一个人 逼得逃顿两次 这就好似当面给了他一耳光 让他感觉极为羞辱 同时 恨意 也更大 亡灵在其后紧追不舍 他面色阴沉 望着前方不断顺移逃顿的红蝶 说道 红蝶 你的骄傲在哪里 身为朱雀星的天之娇女 难道面对我这个化神中气的修士 也要逃吗 僧牛 我不杀你 不叫红蝶 分神变 红蝶愤怒之下 立刻停止逃顿 他的骄傲 即便明知对方再激眼 也准备一拼 立刻 一便出现 他奸生中 失去了全部花瓣的玫瑰花 在巨人身前出现 其上只有两条花蕊 这一刻 红蝶毫不犹豫地闭上双眼 他元神居然一分为二 其中之一 从他眉心飞出 钻入花蕊之中 顿时 两条花蕊相互凝结在一起 形成一个身体被红雾 笼罩的妙慢身影 这身影出现后 立刻显露其形 赫然就是一个 与红蝶一摸一样的分身 只不过这分身 四肢健全 红蝶分身睁开双眼 目光平静 与巨人额头的红蝶本尊 气质绝然不同 如果说红蝶本尊是绝情冰冷 那么这个分身 就是属于无喜无悲 安静典雅 僧牛 我不惜短时间应变无望 也要是杀于你 红蝶本尊双眼露出恨意之色 这分神变 是他为自己应变准备的契机 以秘术滋养 从而使得应变 难度降低 成功把握增大 这分身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提前分神而出 可现在 为了杀死亡灵 他已然不惜一切代价 分身体内 没有任何灵力 这分身 虽说是原神所化 但其内 却是蕴含了红蝶此生的天道感悟 绝情意境 在分身体内 成倍的积累 绝情之境 红蝶本尊与分身 同时开口 立刻 分身向前飘去 七彩光芒 在其身上闪烁 若是引出世间之情 从而挥舞会见 斩断一切之情 此乃绝情之意境 红蝶分身口中倾吐 声音委婉动听 隐情 顿时 天地色变 一转之下 一股奇异之力 立刻弥漫天地 一个个七彩光团 在红蝶分身四周凝聚 向着亡灵飘去 轻轻 两个光团碎裂 幻化出一对男女 男的病角发白 女的眼中带有慈爱 爱情 李沐婉的身影 从光团内幻化而出 正正地望着亡灵 眼中露出无尽的悲哀 恨意 腾化员 撕裂光团 宁笑着走出 她手中 飘舞着无数魂魄 魂魄中的王家一族族人 发出痛苦的哀求 感悟 曾大牛 子孙三代 从光团内走出 茫然地望着王灵 大牛张开嘴 想要说些什么 但却发不出声音 王灵身子一缓 停了下来 盘膝虚空打坐 一点眉心 原神出窍 飘在半空 口中倾道 轮回之下 生死天道 忽然 天空好似被一只大手撕裂 一道巨大的裂缝 划破长空 在那裂痕之内 一幅巨大的黑白二色的山水画 漠然间铺展开来 画轴内 一处处大山 一处处河川 看似平静 但实际 却是在动 在生死轮回轴下 王灵的元神 目光明亮 他望着眼前的一个个人影 一丝复杂之色 从双目内散出 会剑 红蝶分身口中在土 一把由七彩之色组成的巨大剑影 出现在红蝶分身前方 展 王灵的父母 一剑之下 身亡 李木婉 紧随其后 大牛父子 被藤花园一掌拍死 最终 藤花园凝笑着 在巨大剑影扫动下 消失了 绝情 红蝶分身脸上 露出一丝疲惫之色 抬起右手 匆匆欲指 点向王灵 王灵元神一震 双目黯淡 只是他的右手 却是抬起 指向天空的生死轮回画轴 绝情之人 也难逃生死轮回 这世间之情 岂能说绝就绝 说断就断 会见虽长 但却砍不断轮回 王灵轻声说道 轮回画轴内 立刻散发两道黑白之气 交错在一起 形成轮回灰气 漠然间从画轴内散开 画作一只巨大的手指 按在了红蝶分身之前 红蝶分身一震 苦涩一笑 摇头说道 若我能到应变 即使生死轮回 也定然暗含绝情 否则 这轮回 便不再是轮回 可惜 分身轻叹 身子缓缓散开 消失在天地之间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